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络节目 今天有几则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俄罗斯中央银行表示 中国人民帝是他们储备的最佳选择 由于与俄罗斯友好的国家的金融工具存在风险 中国货币成为了有限的替代片 途经总统试图将贸易重心转向亚洲 中国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予以重要 第二则新闻是关于华盛顿像参与深海财矿游戏 越来越多的美国议员敦促政府探索深海财矿的潜力 虽然深海财矿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尚不确定 但支持者们认为这是确保关键矿物供应链的一个重要方法 第三则新闻是关于中国央行在债券交易中的谨慎态度 尽管习近平主席下令恢复中央政府债券交易 但中国央行预计将谨慎对待 以避免通胀和汇率出现意外后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台湾著名作家齐邦元逝世 晚年写旧天类诗篇拒留和 台湾著名作家学者齐邦元周四三月28日凌晨一时去世 享年100岁 齐邦元以其回忆录拒留和广为人知 该书被誉为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 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 一部用声明书写壮阔优微的天类诗篇 齐邦元1924年出生于东北 1930年918事变前夕 他离开东北其后辗转南京武汉重庆等地 求学生涯颠沛流离 最终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 1947年齐邦元来到台湾 1968年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进修 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外文系系主任 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 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 齐邦元还曾任美国圣马力学院 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 曾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 多年来 齐邦元致力台湾现代文学音译工作 推动吴卓柳 王真和黄春明 李乔 郑清文 朱天文 评多家的文学作品音译工作 让台湾文学作品得以在国际发声 也催生台湾文学馆 齐邦元最为人称道的 是退休后自行安排住进养生村 住进安心村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并在规律的自我要求下 完成长篇剧著剧留和一书 2005年 齐邦元开始撰写回忆录 这部25万字的作品 由长城外的剧留和开始 到台湾南端恒春的雅口海结束 一半是抗战流亡的家国悲歌 一半是来台肯拓的踏实脚印 为两岸留下一部至情至性的家族记忆史 去留和在两岸居有出版 受到广泛关注 2018年英文版去留和卫视 隔年齐邦元霍姆校 印第安那大学来台颁赠荣誉博士学位 彼时他致辞时说 我这一辈子活在爱中 尤其是我父母给我的爱中 为了纪念他们促成我写成这本书 书评加国子黎在三部在传奇里一书记载 齐邦元随人生于大陆 缺心系台湾文学并称这是我们的文学 正称这是我们的文学 这样的主张曾受到大中国主义者职责 也曾碰到台派老作家不跟他握手的窘境 甚至反问齐邦元你会讲台湾话吗 晚年谈及生死 齐邦元说每天读书写作 每一刻都是永恒 当我记下了今生忘不了的人与世 好似看到满山金黄色的大树 在阳光中夜落归根 齐邦元近期因高龄身体 矿状不佳反复进出医院 时而陷入婚礼 一些友人遇前往他常居的养生村探望 都因其病情反复未能成形 俄罗斯中央银行认为人民币是其储备的唯一选择 铜博社 俄罗斯中央银行表示 在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并随后没收其国际资产的两年后 中国人民币是其储备的最佳选择 中央银行表示 由于与俄罗斯友好的国家的金融工具存在太多风险 所以中国货币式储备的有限替代品 在战争引发制裁后 普京总统试图将贸易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 重将亚洲 中国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华盛对象参与深海采矿游戏外交政策 越来越多的美国议员敦促拜登政府探索深海采矿的潜力 作为确保替代性关键矿物供应链 和减少对中国意外的努力的一部分 海底富含矿物的地质形态 支持者认为可以开发利用 以满足电动汽车电池和先进5G系统等技术所需的材料 然而深海采矿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尚不确定 并且存在重大的监管挑战 商业采矿活动在国际水域中一直被禁止 直到国际海底管理局 ISOV新兴行业制定采矿规范 此外 美国渴望减少对北京的依赖尚未批准 1982年海洋法公约 这意味着它无法赞助采矿许可申请 即使商业运营在国际水域开始 许多行业专家对深海采矿所带来的财务和环境风险表示怀疑 一些人上的重大差距意味着在几年内 才能就该行业的可行性做出决策 中国央行在债券交易中谨慎 即使有习近平的授权 南华早报尽管习近平主席下令恢复中央政府债券交易 但中国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PBOC预计将谨慎对待 PBOC渴望避免通胀和汇率出现意外后果 因此将考虑通胀预期和对外汇率的影响 央行将以谨慎的方式进行操作 避免将市场注入过度流动性 以避免服作用 中国领导的团队首次发现了 粒子行为类似于引粒子的证据 南华早报根据《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 中国、美国和德国的科学家们 已经探测到了行为类似引粒子的 粒子的实验证据 尽管这项研究没有直接证实引粒子的存在 但研究人员发现当在极端条件下 将一层薄的半导体放置并激发起电子时 它们表现出了只有引粒子才有引粒子 才有引粒子才有的自选 这一发现可能为实验室中寻找引粒子的新途径 打开大门 并对现代物理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前央行行长表示 中国的清洁能源过剩可能只是暂时的 南华早报据中国前经济官员表示 只要全球对绿色转型的需求保持强劲 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产能过剩 预计将是暂时的 这些官员表示 因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探索更多市场机会 中国面临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限制 这些官员中求的核实进行 因为被指控向国际市场清销廉价出购产品 这些官员还表示 照海外潜在市场 一定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 并且竞争日益激烈 印度对美国对其民主和人权的批评 做出强烈反应 华盛对邮报 对抗主要以代理人竞争和地缘政府的方式进行 印度政府对美国和德国和其党派竞选 资金被冻结的担忧 做出了强烈回应 印度外交部召见了两国外交官 批评他们的政府干涉印度内政 并指责美得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 这一回应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领导下 印度外交政策越来越自信的驱使的一部分 最近几周印度官员强烈批评西方国家 对印度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 以及涉嫌庇护西克恐怖分子 驻印度外交官表示 他们很难在批评印度政府时进行调整 因为即使是轻微的批评 也可能引发执政的人民党的愤怒回应 这些外交争端可能主要是象征性的 但能反映了印度与美国之间 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紧张关系 包括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 对宗教少数群体的对待 以及对政治对手的镇压 亚航瞄准中国的小城市 压住与预算有限的乘客身上 南华早报亚航计划扩大在中国大陆 和东南亚的小城市航线 以练利用中国旅游市场的复苏 该航空公司目前提供17条大陆航线 每周大约运营160个航班 亚航最近还与蚂蚁集团签署了一项协议 为支付宝用户购买机票时提供储蓄 该合作伙伴关系还将涉及数字营销 和赞助机会的合赞助机会的合作 亚航只在未来几年实现 中国业务每年15%的增长 声面播报的内容是 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放都可以通过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